3月10日上午 习近平在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 会上陈敏尔 唐良智 张轩 马善祥 李春奎 朱明月 刘佳琪 神铁媒等八位代表 先后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发挥人大在法治建设中作用 加强长江流域生态保护 推进创业创新 加强基层挡建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问题 发表意见 当张轩谈到提高干部法治 中国特的社会主义大厦 是需要四粮八柱和基础 党它是贯穿在这里边的 一个总的股价 上面有党中央 我们说这个顶梁柱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基础 基础呢 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各个基层挡住 基础不劳地动山摇 现在你们的工作 就是这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呢 所以我们的工作必须是 夯视基层 这个要有千千万万的 我们基层的这种骨干 结合实际的 去做各种工作 习近平强调 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 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 一旦出现问题 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形成风轻气正的政治生态 是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要求 控制的意识和能力 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右 目不炫于武色之祸 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 交往圈 娱乐圈 在私底下 无人时 细微处 更要如履薄冰 如林深渊 始终不放纵 不越轨 不于举 增强巨斧防变的免疫力